各縣市政府來做 我們也接到這樣的一個計畫 只要我們同意我們這樣 預算來執行這部分的一個 農村的人力培訓的話 那我們就會朝農會他定的這個目標來做 大概這是針對這個計畫 他是一個新的計畫 正在這樣努力當中 那再談到那個山藥的一部分 山藥在季永這邊 以去年的一個產值來統計來看 那總共是1.6噸 那總的一個賣的錢是270幾萬 那整個統計下來 一公頃大概是 是差不多20幾萬的一個產值 我們現在也是在努力 所以說實在產值這樣算是不是很高 投入下去的錢其實也不少 那只是賣的這樣的一個價錢 這個是有要再加強的部分 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在做一些努力 就如同那個鎮林一座的一個指導 就是我們是不是有更好的一個山藥 讓品質更好可以來做一個處理 那我們預定接下來會有大概是 目前已經協助我們的農友這邊 大概有8分地來種那個山藥 那我們目標 接下來這一年目標是2公頃的一個土地 來種植山藥 因為我們的山藥真的品質很好 我們會在這部分來做一個努力 這個是在 至於說那個山藥大餐 因為它其實量就不少 那個山藥大餐這個半 其實半碗那整個量就已經沒了 所以說我們才會有這個 在山藥比較高品質的一個山藥 這邊如何讓它在種植面積以來來擴大 這部分會很難 但是話會說我們假設 我們日後的整個發展 因為在基隆這邊的一個整個 農產品的一個產量的部分 它確實真的是不高 我倒是比較規劃的部分 就是比較建議的用的是體驗經濟 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要真正用量產下去賣 這個是比較少 就是純粹去禁價 禁價說我的山藥比你的山藥好 所以我的多幾塊錢 問題我們量又不夠 算出來的整個產值是不夠的 那假如說是體驗的話 就好像早上有提到 就是說像那個蜘蛛和海域 其實我們是讓人家去採 他不用採下來底下賣 他是在上面採 那所帶來的 就不僅僅是海域這樣的賣 一朵海域多少錢 而是進去 他可能再吃個餐再怎麼樣 那把這個所有的那個油層整個 包含在裡面 這時候就不會說這個產值 像我們剛剛講 純粹去計算這個農產的話 一公頃才賣幾十萬二十幾萬這樣子 這個可惜掉了 所以說大概是日後的一個整個發展 會朝這個體驗經濟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就早上報告的 會幾個面向要去做一個整體的一個 一個準備去規劃去建設 讓這個這起來 那至於說他這裡面當然還有一些配套 包含說他的一個交通怎麼做一個處理 等等的這部分 我們會在整個規劃裡面 會一併來做通盤的一個檢討 但是最終我想第一步還是要 有一個好的一個規劃 然後再往下走 所以這一次這筆預算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對我們來講它是重要的 我們要有一筆錢讓我們去做一個規劃 才能夠往下走 否則我們一直會都說 其實我來接手 這我也想說 那為什麼沒有一些這些資料 因為過往就說因為沒錢 那我想說沒錢不是議題 雖然是沒有 但是還是要往下走 總是人家要看我們到底有多少的一個可能性 人家會支持 所以我才會拜託一些專家朋友他們來幫個忙 大家先做義工 先把這些做一些規劃 那這些規劃的一個內容 是還有調整空間 那各位議座假如說 有興趣來瞭解跟深入 我都可以跟各位議座來做一個單獨報告 整個規劃出庫的一個想法 那以上報告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 沒有齁 好 我們請金針金議員 謝謝主席 剛剛聽處長講了很多話 其實我們沒有意思說要刪你的預算 你不要緊張 一直希望說我們預算讓你通過 我們大家發的內容是要刪你的預算 只是我們大家想 在你這整個計劃的預算裡面的內容 實質的內容 我們想了解比較更清楚一點而已 所以說你說綜合的什麼發展計劃 那是說中央給的 它綜合的發展計劃的內容是實質什麼 會不會它的內容符合我們地方的產業發展 農業發展的一個相符合的一個內涵 我們所要了解是這個 萬一中央丟了個東西給我們基隆 但是不適宜我們基隆來適用的話 農產業的發展適用的話 你說它發展的意義有在哪裡 對不對 是不是說中央給我們所謂的綜合發展計劃的一個框框 或者它的標的 你可以把我們基隆的因地制宜的一個內涵 能融入進去 所以你在偽辦才有意義 假設你要照中央真正偽辦出去 我跟你講對基隆是沒有效益的 我們意思是這樣子 而不是在緊張說你的預算我們幫你撐 絕對會支持你這個預算 只是說我們要了解 中央的這個實質的內容的計畫是什麼 符合我們基隆的需求 我剛剛講過這一點 再過你說人力培訓的計畫 你說它培訓的目標標的 因為我們基隆的這個產業量子不大 那可能有幾個我們七肚區的那些 裡他們屬於這個農業的這個產地的一個區裡 它人的人力上也不是很充裕 那如何來結合臨近的 整個七肚區區域的農產業子的這些人力 那才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方向 而不是單一的去培育一個點的人力 你應該在這個計畫裡面 如何把我們七肚區農業生產地的這些區裡 的人力去整合起來 然後給他們適當的一個培訓 給他們適當的一個農業的知識 正如剛剛講我們的山藥是基隆是最好的 如何把我們最好的品質 由於這些人力的培訓 給他們這方面的知識來灌輸或協助我們這些生產者的身上 那才是人力培訓的需求 而不是要人來湊熱鬧就好 湊熱鬧我想這個錢不必花 所以以上這是兩點 聽了我們處長的說明之後 有所感言 希望你了解我們本位同仁意思 而不是說我們要删你的預算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張景光張議員 再請黎明志議員 好謝謝主席 剛剛聽那個李處長的一些談話 我想請請教那個林處長 你不知道山藥有兩種嗎 你知道不知道 一種比較野生的 其中的是現在我們在談的 野生的話很幾個 很幾個 然後山藥很少 那個才是真正的基隆品種的那個山藥 我們現在在種的 所以屬於雙雞鳳的山藥 這個可以比較大 可以種的可以比較粗 就這樣來講的話 基隆的山藥 在全世界 全世界 跟巴西 山藥 這兩種的品種是 全世界屬於屬於好 但是 那種產量很少的 跟山脈一樣 我們現在種的是 有一點點是 改良型的 一種 新北市來 跟那種山藥 所以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中醫就知道 你問中醫的人 你會了解 我曾經在那個一個 對山藥有研究的一個中醫 一種專題報告的時候 我會聽到 那現在既然是有兩種的話 最好的 那種的品質 你如果去行銷 我們讓整個山藥的 價值給你 叫起來 這 那種改良型 這有 比較大條的 山藥比較多 這要去種 比較 比較有多少 鑑蛋 就是說產子 稍微 比較有多少鑑蛋 但是又沒辦法鑑蛋 齁 每個目標 因為 你如果農 農民如果想要種這個山藥 就有辦法 既就說 我這國的薪水 要付法說 我可以生懷 現在農民很辛苦 就是這樣子 他種的東西 不用稻米 那一類 他幾年的 產子 沒辦法 給他的生活所惜 生活所惜 所以現在 年輕人 有在利用網路 直接 直接經銷 直接到 服務到 到那個 買後的人 所以我 我才建議說 這個 民主黨 你真的要好好去研究 如果你要 針對 他們的基隆 這個 土地 裡面 要種其他的農村 要跟其他的管理 都不可能 都一定輸人 既然 山藥是我們的特質 我們的特種 特色 特特的品種 還有農作物的話 針對這方面 所以要去 要稍微比較下個工夫 看如何 去研究看看 要怎麼 給這個 高 高檔的 或比較中 中高檔的 如果七格 怎麼讓他們知道 最重要的他們知道 這些 傢人的這個 烏尼西非貴的 這個傢人的 這個 山藥 這些酒 齁 就要把西瓜 這樣 喔 這些酒 這些酒的情形 大家都不知道 山藥有兩種 啊 如果 透過這樣 讓我了解 但是 如果去行銷的話 比較有可能 把這個山藥炒起來 我想我們講的 這個 這家錦衣鑽 當然是有 包括很多種農作物 也不見得說 只有包括山藥 也不包括只有山藥 也不包括只有山藥 好 我們接下來請林明志林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兩點 提供建議 第一個部分 那個 我承接早上 我們議員先進所講的 人家談到我們基隆市的農業 不會講是 就是農業大國嘛 我們是 所謂的休閒市農 為什麼會前面有休閒 很簡單 因為我們產量都普遍不足 我覺得剛才處長 有講到重點了啦 就是說 一個產量有限的一個產業 你怎麼樣讓它 擴充它的邊際效益 邊際收益 怎麼做 有兩個方式啊 一個是 擴大規模 讓它產生規模經濟 那在現狀之下 基隆的農業 好像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又朝 第一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說多元 多元經濟的概念去做處理 於是我剛才講 休閒農業這樣的概念 從頭到尾都在基隆這邊 不斷地定義它 它為什麼這樣定義 就是說 農業本質 基本上你沒辦法用價格 跟數量去 跟這個自由市場做競爭嘛 所以你必須 你必須以外在的休閒的型態的一個部分 不管是農場 或者其他的一個行銷手段 讓它讓這個產業 這個農業產生另外的價值 要它跳脫自由市場的價格跟數量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才能產生真正的利益 我想剛才處長講得很清楚 那我認為你方向是對的 所以就放手去做吧 那但是不要辜負我們一元同仁的期待 那至少你要理定一個目標 短中長期的目標 你打算做到什麼程度 那這預算編下去才有意義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齁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齁 當然不只你們產發處 所有局處都一樣 十萬塊以上的補充說明 翻回來到預算書上面的說明 文字一模一樣 文字一模一樣 你是剪下貼上而已 那你要這個給我幹嘛 你們這東西給我幹嘛 或者說你們就不要給了嘛 或者要給點不一樣的東西 剛才很多同仁在問 那個計畫的內涵是什麼 它預期達到目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看到是那些東西啊 如果你的東西寫得很清楚 我們幹嘛在會上才問你這些東西 所以各位局處首長 你們應該懂我在講什麼東西 三張紙 我跟你講這三張紙都很浪費 這砍下很多樹木 製造紙漿來做成這個東西 這都要花錢 花整個增加二氧化碳的結果 結果你們複製貼上 毫無意義啊 所以本期在這邊要求你們 現在東西都做完了 下會期你們再這樣搞的話 這個不要拿來啦 乾脆你們就勇敢一點 這個不要付了 要付就付點不一樣東西給我們看 以上建議 好 保護意見 預算我們通過啦 那我們就把我請 闖和住你把這個以後 把你們我們 農村總和發展計畫 那麼 送給我們同仁來參考啦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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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沒問題 我們通過 接下來 二支76 77 跟78 沒問題齁 好 那我們通過 繼續 二支79 二支79 農產管理與輔導業務 水土管理 合計 合計追加預算數 一千元 追減預算數二十二萬兩千元 人事費追加預算數一千元 業務費追減預算數一千元 二支80頁 講補助費追減預算數二十二萬一千元 請審議 好 各位同仁 二支79 跟80 你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在後面 這個土石流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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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跟監測這些演習宣傳 為什麼會減少那麼多錢 這不是很重要嗎 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補助款會被人家收回去 因為 這是中央的補助款 那他今天 中央這邊的一個整個預算 整體的預算 其實是有大幅三千 所以原來要補助三十萬就整個就 就刪下來 所以刪掉了那個二十幾萬只剩下七萬塊 那因為他是統一被刪的 所以說 我們也沒有 有沒有辦法去去做一個 一個在爭取的一個動作 不過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再 再持續再跟那個 那個龍會這邊 來 來那個去看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來協助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那以上 是啊 這是很重要的 你要記得 沒問題 好 我們同意追進 通過 繼續 二支八十三頁市場管理 市場管理 合計追加預算數一百萬元 業務費追加預算數一百萬元 請審議 好 沒問題 好 沒問題 我們通過 二支八十七頁一般建築及設備 市場設備 合計追加預算數一千兩百萬元 設備及投資追加預算數一千兩百萬元 請審議 好 民主黨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先給我講一下 我們再來好不好 還是你要說 民主黨 大概只有成功市場啦 如果三不夠第一的話 這樣是很多錢 要全部改新的嘛 你先說明一下 民主黨 好 跟主席跟各位一起做報告 那成功市場這邊的一個 電梯 它包含電梯包含貨梯 手機跟客梯 那這個整個使用的年限都 滿長的 大概都超過15年以上 那那個主要是因為 在使用上面 可能因為也是在市場 那整個 貨運 在用電梯再載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可能有一些鹽分或什麼之類 造成它的損壞會比較頻繁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一個統計 目前那個 每年這個電梯的一個維修 大概差不多60萬 那我們的電梯一部新的 其實只有大概兩三百萬 那但是光維修的一個數字 就這麼龐大 這樣滑不來 那那個更何況我們重新採購的時候 大概有把庫是那個 我們一般規定差不多把庫是三年 那所以這樣下來之後 整個來計算 應該這種投資報酬率會比較高 那另外談到的是那個安全的議題 因為它時常損壞 那這樣時常損壞之後 那個對我們大乘的一個民眾 其實是安全是有一些疑慮的 那我們在整個綜合考量 在安全的問題 在整個維護保養的 那個產生費用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次提出來 來那個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特別的嚴重 就相較於其他的事實上 比較起來 它特別嚴重 所以說我們提出這一筆 那個最佳的預算 希望能夠為這些使用的一個民眾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服務 以上 好 各位同仁 好 我們請張錦黃 張議員 那對這個預算 我是 不怎麼有意見 但是看到這個成功市場的預算 用得這麼多 我那一天去參加 成功市場的會員大會 大概 大概所有的市場裡面 成功市場 算一個蠻好的一個市場 公眾市場 那我們市政委蠻照顧他 變成了一個預算 要來更新你的貨梯 那手舞梯 跟 這三種梯 可是那一天好像是批判大會 批判到有夠厲害 第一 它怪市政府 可能是怪市長 或者是怪市長 或者是怪市長 後來怪檢察局長 說 我們身體哪裡在拍組 是不是外面有什麼貪亂太多 沒有開單 沒有開單 如果一個月沒有開單 沒有成效 就把混機長換下來 我看到這個預算 結果市政府是這麼照顧他 其他的市場 沒有這麼照顧 一分開兩千幾萬 對不對 一千兩百萬 要更新他的設備 還給我罵他一文不值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 這個 處長 不知道這幾個大家有了解嗎 你的市長課 科長有沒有報告 我總是認為 我總是認為是這樣子 你對於這麼好 他生意不好做 當然也是怪 但真正的原因 是不是 就這麼怪的這個意思 也有啦 也有啦 因為外面也有一些貪亂嘛 算蠻多 貪亂就有 長久的 長期留下來 比如說華山那個 那個貪亂是在 市財利基層就有了 就存在了 不過他也是在那裡 那意思就是要去開單 然後橋下 成功橋下 那些貪亂 要延長幾滴 這有的東西 我也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現在總是 每個人都要穿我飯一餐吃 齁 時機不太好 但我現在要講的 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你這個 除了 硬體設備 軟體設備 選體方面的預算 是不是 要變一塊 你是幫他支付銷 覺得怎麼樣 那些是他裡面出不便 他的服務上 管理上出問題 這都要去了解 因為公有市場裡面 比較做好 有三間 就成功市場 跟能耐市場 跟信力市場 其實能耐市場 跟信力市場 真的還不錯 行李要緊扭走 但是成功市場 我有很多朋友在那裡 我真了解到那裡 現在行李拍座 拍座的關係在那裡 我們 我們真的要去輔導一下 甚至不要跟他說 你說那個市場 有沒有關心 你 變成你一個議員 說你麻煩沒有一塊好 我擺在市場 也沒有這樣啊 你應該 處長 你應該要出面 去了解一下 不要讓 有心人在那邊操作 你是不是說麻煩呢 有沒有 有意有跟你說嗎 我偉頭在那裡 偉頭在那裡 偉頭在那裡 然後 新的分級長 第一分級長 也擠得便宜 沒有人在那裡 也叫麻煩 這個 這一方面真的需要去 第一要澄清 第二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要幫他解決 不能讓這些 謠言一直 不然說 市場沒有在關 成功市場 警察叫不去開座 開座大家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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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外面的人在那裡 成功市場當然 怕不怕 那外面的人在那裡 結果這個 你等一下 你假如你真的 對這個事情有了解 等一下你 向我們這個 大會報告一下 我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去做 以後你要怎麼做 好我們先請莊榮金莊議員 再請陳志誠 陳議員 請贏 請你 請問 請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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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民眾到那邊停車 都覺得說我們基隆怎麼這麼落後 那個電梯感覺很不安全很危險 所以在總執行已經講過很多次 那好不容易我們基隆市 今年在最佳預算編了這些 就是要改善 改善這些客梯、電梯、守護梯 我想最重要的是 讓去成功市場去消費的 有一個比較安全的大電梯的安全空間 所以在這邊我想我們不是只有在電梯這邊 我想我這種事情也提出來 包括我們成功市場的正門的這個椅子 長期以來都很老舊 有些油漆都剝落 我想趁我們這個電梯都要更新 那未來也在這個正門 他的這個遮椅子 遮椅棚的那個上面很髒亂 有一些油漆剝落 我想要順便弄一下 我想最重要的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對於好不容易的這個整個成功市場 我們在硬體方面我們盡量能夠來更新 讓這些業者包括去那邊 要買東西的這些市民朋友 我想比較有一個舒適 比較安全的空間 我想站在殘蛙座立場 我們是走旁大應該趕快去 那既然預算編列 也大概也希望說處長能夠跟我們說明 大概預算通過以後 我們的這個更新的期程大概哪時候會完成 我想這個一併要讓我們本會同學知道 也讓成功市場的民眾知道 包括讓一些這個業者 包括我們一些民眾現在那邊買在的民眾 都能夠了解說未來我們在這個 這個電梯守護地客地都要來更新 這個期程要跟大家說明 謝謝 好啦 那個我們剛剛莊議員講 前面我們通過一百萬 那麼我們莊議員講的這個什麼雨遮啦 這個油漆剝落 我想你們要 正因為成功市場在市區 人會比較多你要優先考慮 好我們接下來我們請陳志誠 陳議員 在座各位大家午安 我想這個有關政府的設施 在定期或者不定期去更新更維護 這個除了說讓業者能夠更有效率的營運以外 也是保護政府的設備必要的精配 那對於編列這種預算 我們站在民意代表立場當然是 待編的時候一定要編 不要說為了編好編 那我想這個 這部分既然有電梯損壞什麼 你不趕快做的話 可能不只電梯壞了或者電風梯壞了 可能影響其他設備更得壞 所以這種維護經費是必要的 但我發覺在成功市場這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 以前有一個政策叫做跟著有其田 那麼想成功市場這業者 他是從哪裡來的 可能我們很多人可能不了解 成功市場他們來由就是從人愛市場 有一些流動攤判 有著抱著箱子在賣檳榔的 到處流竄在以前那個人愛市場 大市場在那裡做行李 在這個明德橋至善橋這邊 經過從那邊趕過去在這邊做生意的 然後後來在李金雄時代 就把這些人納入這個成功市場的攤判 所以他們當初是沒有在做行李 變成有在做行李 有位 那位置其實我們只要去清查一下 有多少是真的他的名字在在經營生意 是他本人 我想已經不是 所以我這部分必須清查一下 在經營的業者 他們為什麼跟外面沒辦法競爭 我們裡面條件很好 有冷氣有電梯 所以上上下下 在裡面不怕風吹日曬 為什麼客人不來 因為他 價格沒辦法跟外面競爭 那沒辦法跟外面競爭 原因在哪裡 他的負擔比他們重 他撕一個車子 剛才走 那台拐車的本錢 就是收的本錢 他裡面又要負擔什麼 他不是負擔我們市政府的 市政府跟他們收的那個 每個月多少錢 不是收那個 他另外要付租金 那一個單位 有的要萬五塊 一兩萬那種 就是我來做行李 我做妥犯行李 這種流浪灘花或者流動灘 其實是一種失業替代 所以你找不到其他 正正常的 有固定制度的 這種 這種職業 你找不到 或者找到了 但是很難 維生 你不得去做 這種流動灘犯 讓政府 因為流動灘犯 造成這個 市面 這個 市容 觀瞻也不好 而且 這個衛生也不好 所以我們 我們才做這種集中式的 這種灘犯把他們整理在裡面 那他們在裡面 假如說他成本比外面高 他競爭不來 所以在 很多 這個 成功市場以外 其實他 已經在成功市場裡面有 在那邊做生意 因為 競爭不過外面 他 只有拖著 拖著車子到外面去 他這邊又負擔一個 負擔一個租金 一個有可能一萬五 一萬 有多有少 但是 他們負擔非常重 所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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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發柱 我想必須針對這個 這種情況 他們 既然 不做了 就給現在 經營的人 做 這我說 跟著有利 有其點 業者有其貪啊 你要這樣子啊 你不能說 這個 做生意 做生意 一國人 就 一萬塊 一萬塊 多少 對不對 還出來 這個 運動分擔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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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費 是不是 這個 慘發柱處長 這點 一定要好好去研究 針對 特別我們目標現在是 在成功市場 你要了解一下 因為當初 搬到那邊的業者 大部分都沒有在做 都在做收租金 啊 做收租金 不是我們 市政府政府的本意 我們市政府政府的本意 是 給他們來做 而且這是不能 聚成的 加下來 就不能 不能給他下一代 因為我們 我們不希望說 貪犯 他一代一代做貪犯 我們不是歧視貪犯業者 但貪犯至少 他的衛生條件什麼 也不好 對他自己不好 對這個 對這個 來採購的客戶 可能也不好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 正本清源 我想喔 必須 這個 要去 一個一個核對 沒有在做生意 你必須要撤銷他的資格 讓 讓這實際上 在經營的人 讓他有 有資格去做 他付出 跟其他人一樣多 不是付出 他要增加一條這個 這個 租金 還給他付出 這樣怎麼探 也探不到 先探不到 對不對 所以不怪他開外面 拜 裡面不拜 去外面拜 什麼原因 競爭不會過 所以 這個處長 這部分 你真的要去 好好 動一下腦筋 如果在這部分 或者推及 集人到別的其他市場 也把它 這樣處理掉 要不然市場 像那個 人愛市場 有一個單位 以前是 在那裡拖 拖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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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裡做 結果有一個單位買了 幾千萬 啊 這齁 不是我們政府 東西 市場的本理 這件變成說 我們這個市場 讓 大部分人 吃虧 沒有人 不是政府 所以這個 希望我們促進 什麼這個 用心 不叫你說 馬上立竿切 馬上做好 至少 你經過一段時間 深入 慢慢去掌握 各市場 這個人的名單 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就 經營者 這樣去清查 查到最後 你至少要做到說 我在做生意的人 這攤位就是我的 但也不能讓他聚成 我們規定是這樣子 那這樣整個 癱瘓業者 他經營也能夠安心 然後他也知道說 他這 這種 在市場裡面 大概是 我們將來 要怎麼再去規範 是可以定出一個法律 但是不能說 都說 還沒來 現在 先規範就行 做生 政府 減少這個稅金 這個收入啊 對不對 因為他本來 這個課稅 有所得稅 有什麼稅 結果都跑掉了 有一個人 都要做收 人家的血安全 我想這 不是我們 設置 所有的這些 湯圓市場的本業 這一點希望說 那 廠道處 要加強一下 好 我們接下來請 韓良吉韓議員 再請楊師誠議員 謝謝主席啊 有關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 什麼原因造成 我們必須 15年就必須 更換這個電腐體 因為 依照我們 這個 我們的規範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電梯 15年更換的話 應該是不符合 我們 行政院頒布的一個 叫做事務換規則 但是呢 我們必須換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們設計的 那個 成功市場 的 貨物的進出 方式 就有問題 因為我們 前接的地方 就從那個 成功停車場 前面這邊 要下到它 要下到它 因下貨的地方 可以說 非常不理想 非常不理想 所以這整體設置 配置就有問題 所以應該是 要先從 跟先了解 做應該做 但是你跟不改善的話 我看下個15年 又必須換 這不合 不合我們應有的作為 我們應有的作為 是應該說 我們怎麼樣 把這個 換以後 我們可以 使用 符合使用的年限 符合使用的年限 然後呢 第二個部分來說 我也聽說 我們成功市場 博愛市場 人愛市場 都整理環境 整理得很 很用心 很用心 事務單位整理很用心 但是我聽到的話 很不好聽 說是我們議會交代 說我們議會交代 這個我要 要糾正一下 我們懺罰處 因為 我們議會 從來沒有交代過 希望你們怎麼樣去 整理市場 整理本期責 像你們如果我們議會交代的話 如果市政府都聽的話 我相信我們議員也不會有那麼多意見 我們議會從來沒有 而且當天在成功市場的時候 本期也在 我相信我們本會的張議員啊 陳議員啊 好多議員都在現場 議長講說 希望市府本期責 本著自己的責任 針對這個市場周邊 應該要有的 這個作為 市政府應該要去考慮清楚 我們的意思是平衡 不要檢舉 檢舉很討厭 能夠不聽到這種雜亂的聲音 我們都沒意見 而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主張抄還是不抄 那是你們市政府的事 不是我們議員的事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我希望 這個相關單位呢 以後你應該本你的職責要去做 你本來應該做的事情 不能說 有事情就是某某人講的 那你們都不用作為了 我們不講你們就不用作為了 對不對 這是不對的 應該是我們有什麼職責 我該怎麼做 那是你的職責嘛 我們講你的時候 就是你沒有進到你職責 我才會講你嘛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這樣說 變成啊 議會交代 要怎麼樣抄 那議會沒講的時候 你們就不用抄了 就對囉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對的 希望以後要特別注意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楊思成楊議員 呃 剛才我們陳議員講的都沒有錯 這個很多市場裡面呢 其實 就是這個就是早期在外面白色 那我們市政府呢 為了給他們一口飯吃 那在整頓之餘呢 在我們的設置 新的這個市場給他們使用 那給他們使用呢 變成他們特定的 專有的 他們就把這個位子呢 就直接轉租 直接轉租給別人 那現在真的在經營的人 真的是 也不是原來的陳租人 只是說他的權益 長期被他佔用 那權益的轉售 更是驚人的數字 就是轉翻了 我們政府呢 因為這個很好的措施呢 造成他們的致富 其實 我們真的要讓 我們百姓真的從事 這個貪翻業的人 能夠從事 真正的經營 我不應該讓這些 原本的佔用者 來剝削他們的這些利潤 比如說他一天真的是 只有賺一千塊 那租金呢 又給他五百塊的話 他剩下這五百塊 你說他怎麼經營下去 他就經營不下去 那我看到很多的市場 其實也都被這些人呢 贊助 他一個人呢 甚至他們家族 就專門在乘租 這種攤位 再轉租給別人 用我們公家的公社 來做起二房東的意思 那很多的地方 是被占了為倉庫 因為長期都沒有在經營的 堆了一大堆東西在裡面 真的也是不太好看 所以在我們市場管理方面呢 我們這真的是要加把勁 那你今天如果說提的這個 設備人要更新 我們都很樂意 市政府 為這些市場 來做更新 來 這個這個 改變他們的現有狀況 這個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實質上 實質上是幫了誰 實質上是幫了誰 我們要檢討 你到底是幫了誰 幫了這些有錢人更有錢 幫了這些人 但是設施越好 那這個消費者越多的時候 他的租金又開始漲了 他漲了 漲了以後 到後來就沒辦法經營 所以我認為呢 我們在這方面呢 設施給你過時沒問題 但是你一定要 嚴格的監督這些成租人 到底是不是經營者 如果說只是 每次都是到那邊站一個位置 然後政府就分配 攤位給他 而且攤位給他以後呢 他又繼續租給別人 他又到外面去賣 這種現象屢屢發生的話 這種很不適 很不適 應該我們政府應該幫忙的 我們政府呢 應該要嚴格監督 讓我們市民真正 需要 需要 就是說他們外面找不到工作 很多的就是一位 就是前科犯 前科犯 他的這個 本身到外面工作 事實上是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很多公司 不願意雇用這些人 或是他本身呢 在這個技能上 沒辦法符合 現代這個經營的職場 的需求 所以他沒辦法去到外面去 找這些比較先進的工作 那我們現在看很多的 環保局現在很多是 這是 非常 這個學問高 身體又好 都到環保局去 很多人都考進去 所以 原本呢 這些基本的 不用具備 什麼 條件的人 就可以做的人 現在這個已經 沒有機會了 他已經被排擠在外面 所以被排擠在外面 他只有 找一個市場去做 但是市場做下去以後 他發現 他又不是那麼如意 因為他必須要付出很多的資金 這個資金以外 還要呢 還要承擔了 每天的一些收費 所以說 管理方面 我們市政府其實 不應該全部 把所有權力呢 丟給這個 攤販的管理委員會 而 不加監督 不加監督 我們的權責 市政府呢 是要照顧呢 這些 堅固的人 艱苦的人 不是還要有錢人 等級在那裡 減圍 所以在那裡 我必須要跟你說 房長 你下去要好好研究 越好研究 真的 需要做的人 有一個圍堂來做 不是讓他們這些人 等級減圍 等級減圍 變成 他們的管理都他們的 所有人在那裡做 都要經過他們 要給他做 這個很好的 金錢的助金 尤其是越頭上這些人 所以我只想 我們處長來建議 以後 好好感動我們 這裡的市場 的機制 謝謝 好 報告一見 那麼我們 建築局設備 那麼 電腹梯繼續預算 一千兩百萬 預算我們通過 那對於我們剛剛 我們各位同仁所提的 這些 市場管理的機制的這些問題 那麼請 廠花主務好好的處理 好 沒問題我們休息 文中 我們來看 我們要接受 我們要請 兩天的 我們要來看 我們去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這些問題 我們要來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再看 我們先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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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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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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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